大家好 批讯住 还是关注中国的国内的事情有意思 热闹 你知道吗 现在中国一线城市搞这个核酸 搞这个全城封闭 那叫一个乌扬乌扬 整个中国都变成一个 他们说比这个希特勒 当时敢犹太人进粪尸炉 还要热闹 还要可怕 因为他阵仗太大了 场面太宏大了 所以我们还是关注这些事情 你先看上海 上海召开了新闻记者发布会 告知目前市政府防疫的部门决定 鉴于最近疫情的严重的情况 对全市进行网格式的排查 对什么叫网格式的排查 就是对每一个小区 每个 没有例外 进行2加12天的方式 现在封闭小区两天 每人做两次核酸 不让人员出来 减少社会流动人员 完了以后呢 两次核酸没有问题呢 就是解封 然后呢12天之内 所有人尽量减少出门 不聚集 白天每天自己测 有问题马上报告给居委会和领导 尽快查清情况 尽快清零 所以叫做网格化清零 你知道吗 哎呦也挺有意思啊 叫做网格化清零 地毯式的排查啊 每个居住地都会轮到48小时封闭 做两次核酸 如果检测出阳性 马上封闭12天 所以现在整个上海啊 就是超市啊 已经是挤满的人 个个都想抢东西了12天啊 哎呀 我每次说到这些个消息 我就在感慨 我老早就跟大家说的 你身为一个中国批民 你家里永远要保存一个月的吃的东西 一个月喝的水 一个月吃的菜 没问题 你这会儿去超市买东西 我得给去 首先第一 你买没买的到是个问题 因为他还在抢货 那个货家一扫而空 第二是你这会儿去买东西 你排队 你进去要排队 你出来接账的时候也要排队 搞死你 你没感染 你都要感染 你是不是 还有最邪乎的啊 说上海的人搞核酸检测 是怎么检测的呢 他们看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那些个工作人员呢 他每次拿这个免签的 要戳你的鼻孔的时候 他都现在自己的这个大膜质 大膜质上面 这么蹭一下 也觉得很奇怪 有人就注意的 还拍了视频 说你这个检测我的 这个鼻子 捅我的鼻眼儿 是不是 完了以后你拆的时候 我是看得见的 因为他都是真空包装 都是无菌包装 你拆开 然后捅进去 是吧 这中间应该是个物理隔离 不会有碰其他的东西 是不是 结果他每次他开 看那个人用自己的大膜质在上面 还那么捋一下 然后出来以后 说你是阴的 你是阳的 他随机的 不知道 你知道吗 这什么意思呢 哎呦 真是真是吓死个人了 是吧 还有上海这边承认的错误了 上海这边上海这回 真是吃不了兜了走 说上海这个市政府的副秘书长是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啊 说这个什么 此次隔离 管理输入 引发本土的感染被导致巨大的传播影响力巨大 引起了中央的愤怒 教训非常的深刻啊 我们要严格依法 追查责任 该抓的抓 该管的管 不行上海市委已经成立了专项调查组 对于这个重点的感染超发的地方进行一个低谈式的排查 无论是查到谁一概都不姑息你知道吗 哎呦我也不去真是 现在整个核算是核的不行了 第二个是消息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吉林这边啊 我们昨天刚讲过吉林这边搞的非常的凶险 说吉林肯定有很多人要要要要倒台的啊 吉林这边肯定就是为了为了这个免职 结果这个节目做完了以后还不到12个小时 吉林一口气八个高官 全是什么公安厅的厅长啊 财政厅的厅长啊什么的 好多八个高官还有副省长什么的 一口气就免了 孙城南在那里开会开会开会 把人一叫过来 所有人都瞎得打哆嗦 念到谁谁就是被免职 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免职 然后接下来就是交给司法 所以人当场带走 真的吓死个人 我想起朝鲜开会就是这样子的啊 说每次金正恩开会今天要发脾气了啊 眼睛一扫 然后就开始念名字 念到谁 立马上来就上来两个军人 就把他架走了 出去就要么是炮决 要么是权决 哎呦 现在中共就这样啊 吉林一口一晚上 你说有多大个事啊 是不是 你说免就免 而且要进入司法程序 不得了的事情你知道吗 哎呀 第三个消息是什么呢 说这个现在啊 没钱了嘛 是吧 这搞这么大的事情 需要钱了 钱从哪里来呢 说现在其他的产业 其他的公司都没钱 一点钱都没有 没钱怎么罚呀 是不是 所以马上啊 他们排查一下 10家 他们查了10家大公司啊 尤其是10家网络性的公司 像什么新浪啊 像什么腾讯啊 什么阿里巴巴呀 什么还有其他的一个网络公司啊 比如说抖音啊 比如说这个拼多多啊 反正这个我都不知道了 反正你能排来到的10大网络公司啊 就这两天 习宝子亲自敲定了啊 每一家要罚100亿 一千亿到账 又可以烧两天了啊 共产党做事情呢 真的是要不得 真的是 你在中国你搞什么搞 我早就说过的 跟中国的一些 我的熟人 我也说过的 我说你呀 有点钱 人出来 钱出来 这是第一 第二 以后呢 不要在中国再搞什么新的投资了 维持一个面子 免得人家有你跑了 是吧 如果你人出不来没关系 或者是你不想出来没关系 因为你有私孙子嘛 你有各种圈子 你舍不得吗 中国人都这样 是不是 但你钱先出来行吗 是不是 也许有一天你就出现那些当年容易人 就是这样 我说了无数次了 我都跟他们讲的 容易人在中国不能出来 在上海扫厕所 但人家孙子钱出去了呀 他好多好多钱在香港股市里面趴着呢 好多年都不看他 那都涨到天上去了 是不是 否则以后哪有钱用呢 是吧 这个东西就是叫做什么 叫做风物长衣放眼亮嘛 我暂且现在国内当几年孙子嘛 等行事好了 我又再出去把钱又拿回来 又继续在中国又吃河排抖操嘛 这多好啊 哎呀有些人就不听啊 真的是不听话吧 所以我一般我都是这样子 对我的好朋友啊 就是你是一个亿万富翁 我都跟你说钱赶紧出去 全球分散风险 这是我跟他们全的 如果是我的朋友 你是一个屌 你是个屌丝 你是个韭菜 你是个普通老百姓 我都跟他们说的啊 家里存东西 存东西 大米 这个腊肉 干菜 水 哎这些东西 有些个重要的东西 我都写的很详细的 多存点什么 多存点方便面 好放啊 多存点什么 多存点那个烟熏的奶酪 什么奶酪 烟熏的 烟熏的 因为烟熏的东西 他也容易放你知道吗 多存点什么火腿 这都是好东西 因为你人长期 如果被隔离的话 喝口水 如果被隔离 你没有肉吃也不行的啊 光吃蔬菜也不行啊 光吃方便面也不行 你得吃肉是吧 就这些容易放的东西 多搞点 我一般就是有钱人 我敢劝他全球分散风险 没有钱的人 我劝他家里准备点东西 至少一个月 哎 有些人听进去了啊 有些人没听进去 你就想想吧 你这个这会儿 动不动就罚你一百亿 上次腾讯是罚了多少钱 罚了一千亿吧 叫不叫罚吧 是捐了一千亿啊 其实就是罚啊 其实就是罚 阿里巴巴那就罚了更多了吧 估计 反正就这样啊 你看到没有 所以现在国内有很多段子 我跟大家念念啊 一个人的段子是这么念的啊 挺有意思的啊 我都笑了 姑苏城外寒山寺 夜半终胜做核酸 哎呀说这个夜半终胜做核酸 挺有意思的 我有一个哥们也是一个企业家啊 在苏州那边大概年产值好几个亿吧 也不算特别有钱还还行 这哥们喜欢全世界跑 他经常跑到欧洲去划雪冬天 是吧 还会说几句英语 是吧 有一次还跟我说话 哎呀小哥老师你说我去哪里呢 我说你去不去哪里不用哪里 关键是先要去哪里是吧 一次又说你先出来再说 不要磨叽 哎呦还跟我说 我现在在苏州买了一套房子 买了一个很大的房子 要四千多万 很大的院子很高级的 我说你有这点钱 你还不如去其他的地方啊 你干嘛呢 是不是 他说我我是不会出去的 我像我老婆孩子出去 我老婆孩子也舍不得 我说你老婆孩子为什么舍不得呀 他还挺幽默 他说我老婆孩子舍不得 我老婆舍不得 我老婆舍不得离开 这你是因为担心我在国内找小三吧 我笑了 他就这样 这哥们最近从欧洲划雪回来了 知道吧 回来了以后立马被成为重点监控的对象 因为你是海外回来的 我每天早上六点钟敲头的门 核酸 每天晚上十一点钟敲头的门 再核酸 一天捅两次 捅完鼻孔捅菊花 捅完菊花捅鼻孔 苦不堪眼 知道吧 大气不敢出 你何必呢 是不是 六点钟 天还没亮呢 就就人就上来了 知道吧 因为不得了的事情 孤肃城外寒山寺 夜半终身做核酸 说久醒只来花钱做 久醉还来做核酸 桃花潭水深千尺 不济汪轮做核酸 我命有我不有天 天天都在做核酸 昨夜星辰昨夜风 画楼西半做核酸 小楼夜听春雨 听完风雨做核酸 莫愁前楼前路无知举 知己都在做核酸 中国人他没办法是不是 他也没法转抗 他不像加拿大我 卡特斯就我拒绝 美国的卡特斯就我拒绝 或者像法国人我去上街游行 他啥都不敢干 就在网上去吐槽呗 那人怎么低呢 是不是 哎呀 真是 还有一哥们也蛮优迈 他说 今天不是股市跌的很厉害吗 说哎呀 这个黑色是星期一 黑色是星期二 黑色是星期三 黑色是星期四 黑色是星期五 干嘛呀 这么说话 以后就改了 就是干脆叫黑色一星期 不就得了吗 挺好玩的 是不是 哎呀 身为中国人其实真的挺可怜的 我说这些个消息 我有点这个 有点这个信在懦户的 我们现在生活 也是被政府关的死死的 但是真没有逼你做 真的逼你做 你如果不做也可以的 他不会逼你做的 我大不了 我不去的 而且这几天 我们这边的这个餐厅也开放了 咖啡厅也开放了 医院也开放了 都开放了 没人管你了 知道吧 就是政府就最多就是 给你发一通知啊 出门的还是要戴好口罩啊 回家要洗手啊 然后该干嘛干嘛 没有这些事儿 中国人那搅着一个可怜 那你说是不是 嗯 关键是有些个 吉德利益集团啊 他们受不了 你说这个十家大公司 一个公司 各罚一百亿 抓钱多不容易 上哪找一百亿去 然后这个吉林八个高官 都是有的是副省街 有的是政厅街 说免就免了 然后上海这么高大上的地方 网格话管你 真的是要抓人 是真的是他们说没办法 现在习近平就是横着一张脸啊 真是看不见他笑 豁出去了 必须要搞 谁他妈不搞 谁他妈挡我路 我弄死谁 就这么一个情况啊 细胞真的是 我估计肯定有什么 我们不知道的事儿 我现在每天就是眼巴巴的 就望着北京这边的朋友 给我传递消息 肯定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事儿 否则你真的没法解释 为什么习包子两回开完 把整个中国就折腾成这样 啥意思呢 一定有我们不知道的大新闻 且等着啊 我一旦听到任何谣言 赶紧过来跟你传谣啊 所以你们一定要这个 关注一下我的频道啊 我的频道是轻松愉悦 完了以后呢 不当老师 完了以后也不是假不假的跟你报新闻 你能知道的新闻 我们这些个做自媒体的人能知道的新闻 你早就听说了 你知道吗 所以我们不要别人骗了 帮人数钱 当然你们要听别人 我不管啊 你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自由 是吧 所以你凡是你能从自媒体的人身上 哪里发生个什么事儿了 你都瞎扯 你在网上随便搜 你早就知道了 知道吗 关键是像我们这种 中央海峡水道的消息 说不定他至少有趣 有幸运就说了 明明知道姓苏的说话 有可能是有样 但是还是爱听 为什么 因为他有趣 谢谢